大家好,今天是玩具堂冷知識的時間 今天這個是特法的冷知識,你又當開箱好了 其實之前玩具TV也介紹了這隻3ZERO的最近出貨的新作 就是Gainless Phone中的最終極的男主角,Jones Lowe 這個版本應該沒有記錯是第二個版本 詳情故事不說,有很多粉絲熟 這隻冷知識是甚麼呢? 其實是Figure是一些狐狸,這是個個案 有個朋友剛買了收貨,他就說 哎呀,糟了,有兩個問題發生了 第一,在這個甲上有污漬,如果大家用肉眼看,都看不到 當然,對於某些客人的要求,其實個個不同 有些覺得這一點是污漬,有些人這一點是舊化 這一點真的很難處理,怎樣處理呢? 待會跟大家嘗試一下,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因為家家的都是個製作人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這個領窟 你看看我現在很鬆鬆的,對吧? 這個領窟有一個皮,原則上有一個皮 包著我們叫胸甲的邊 就是防止真人刮傷 因為金屬是偶硬的 你這樣鋪在胸甲上,就戒傷那個人的頸 所以,實物通常這些邊都是皮包著的 這個也是做的,無論是電視裏面,無論是玩具成品都會做這部分 但是,就發生了一些問題 好了,就是什麼呢? 當然,胸甲裏面當然會穿著再有防護衣或衣服 你會看到領,旁邊裏面的衣服 去到這個位置,就放進去 就說,哎呀,糟了,我怎樣把它拿出來呢? 沒錯,高手們當然很快就知道怎樣解決了 但是,更多的朋友是因為電視劇 或者喜歡IP,或者某些原因是買這個產品 所以他們未必個個都是高手 即是你買一輛漂亮車,上面買跑車 你不一定可以駕駛F1 好,那我講回這裏了 好,一會和大家分析這兩個問題 污積怎樣處理? 第二,這裏的衣服藏著了 我想拿出來,不漂亮,怎麼辦呢? 一齊看看吧 好了,到解決方法了 其實之前這裏是有一塊污漬的 那我怎樣解決呢? 我用了兩個工具 第一,說起來就有些搞笑 Bluetake 一個很骯髒的Bluetake 不是很骯髒的 第二,看到嗎?看不到嗎? 就是指甲了 哈哈 指甲為什麼好用呢? 指甲呢 因為我們感受到一些深度 力度 還有感受到那個表面上的東西 是不是異物呢? 噴油之後呢 好少有異物 有時候噴油會貼到一些塵 有骯髒的東西 那你摸到是粗糙一塊出來的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東西 應該不應該存在 那我們就可以弄走它 那當然啦 有朋友說 我們用FINNER膠 但用FINNER你會掉色 對不對? 所以呢,高手打算重入重吐 沒有問題,FINNER就FINNER 但是呢,我們呢 最簡單是什麼? 就是指甲了 當然 不是那個STAND 你可以用這個臉紙了 那臉紙要做什麼呢? 一會兒再說 好了 先說處理到 其實這個本來是要帶污漬的 那其實我就摸完之後 就突出來了 用指甲刮一下刮一下 剩到最後呢 我就要用Bluetake 黏走手尾了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懂 其實這裡還有帶漬 我試試做給大家看 你看到嗎? 你看到嗎? 貼完之後呢 就是這顆可护的層了 那真的是 Bluetake是蠻好用的 有時候我們弄積木 夾緊了 拆不出來 我都用一大塊Bluetake 這樣貼一下貼一下 貼一下 當然啦 現在市面上 和Nego提供了一些工具 是可以把它 撬開的 但是那個工具的幼極 是有一個限度 如果那兩個積木 逼得太近 你始終都要找 好了 現在我就覺得OK啦 因為始終盔甲 沒有理由完美閃亮亮的 那雖然這裡 啊 順便炸一炸 這個盔甲就不錯 因為它有些光有 是半光炸的 你見到影出來 是反光的 真的挺像堅的 金屬大維子 是膠的 OK ABS來的 或者是PVC 好了 那再看看 其實順便說說 這套服裝 不錯的 實物裡面 有些皮夾 有些 夾與夾之間的位置 用一些釘 或者一些厚的金屬 抹著它 那這裡呢 都是用一些我們叫扭貼 做了的 那麼 這些每一粒每一粒都燙上去 所以 大力刮是會脫的 當然燙得不好也會脫 那 所以這些其實就是 功夫錢 所以有些人問 為什麼我這套東西這麼貴 這套皮夾呢 保守估計 我不說出廠 說出廠 沒意思 因為人家公司要賺錢 我就當成品拆開來買 這件是三個水 有人買的 因為皮夾呢 表面上連著這個空夾 其實可以拆開的 離開的 好了 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其實還有的 我們看看這套 這個皮夾呢 我覺得呢 實物和產品 理論上應該是黏著的 應該和大家分解 但是現在我拿到這個 就鬆開了 所以呢 朋友就說 這裡有一塊污漬 其實這塊污漬 和這塊收污漬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更大可能是 一些膠水 黏住了一些 脫了出來的 人造皮的表面 先說到這個 這塊脫出來 怕不怕呢 其實是不怕的 為什麼呢 你套下去就可以了 你可不可以用膠水 黏上去呢 我就不建議了 因為黏完之後 這裡的顏色 久了多數會脫 另外呢 底的圈也會脫 一會數給大家看 好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 三個問題 糟了 塞進去怎麼辦 真可憐 又拔不了 那我是不是把整件衣服 脫掉空格 脫掉那件衣服呢 那玩開FIGURE的朋友 當然知道 有個好一點的方法 現在做了 好了 就這樣就搞定了 好 連上皮套 給大家看 這個皮套 如果你黏完之後 幾大可能 是會脫掉的 因為呢 膠水裡面的天拿水 是會用了油的 好了 那這個呢 應該是扣下去的 為什麼我覺得是呢 看見到這裡有個位 這裡有個我叫T字位 這裡呢 剛好也是有個T字位 所以用來可以定位 原來更加可以證明 其實幾個可能 出了的時候 這個應該是這樣黏著的 那可能膠水不夠 或者不黏膠水 但我的建議是 不要黏膠水 凹掉它 完美就可以了 你選擇黏住它 所謂完美 或者穩陣 最後你不小心 一擊一下 掉了呢 這裡就露了膠水 或者掉了色 你又不喜歡的 所以我建議都是 扣下去 就很好 那我跟大家講的 不是驚天動地 護理Figure的技術 或者驚天動地 護理Figure的技術 不過呢 是很普遍的 但是其實真的很多 不是經常買Figure 或者是一些 初玩的朋友 其實真的有些 我理解的 千多萬Figure回來 有些小瑕疵 怎麼辦 是不是拿一換 是不是怎麼樣 其實他們都會有很多問題 那希望這些片 可以解答到大家 好了 就是這塊職了 那如果廠是黏膠水的 這塊職就不可避免 但是我用這個位置 來示範 如何把剛才在胸口 這顆顏色 是怎樣弄掉 很原始 真的是刮的 那用什麼刮最好呢 我就是覺得 用指甲刮是最好的 就是如果你用這個 甚至一些刀片 或者戒刀 其實你的力度 控制得不好 反而更大 就是你要刮掉 那些不應該刮掉的東西 我對鏡頭做的 真的都幾 有挑戰性的 看到嗎 其實掉了一點 是不是 其實就 真的不複雜 不過我知道 示範都有益 所以高手門 不要看 沒眼看 走開就可以了 但是呢 新朋友們呢 參考一下 這個 主要都是 對於產品的 構造成份 油 油 膠裂 那些東西 大家不太熟習 所以 有些擔心而已 順便說 Toe Guard 真的做得不錯 其實整隻 Jones Low 我覺得是VCO 整個系列裡面 其中一隻 代表作來的 Mine 每個 處理我就不說了 因為其實 一個公司的產品 成功與否 是靠很多人的 背後呢 不單是跟進的 Designer Project Coordinator 開模、雕頭絲、頭雕上色絲、車縫部件師傅、做衣服、簡料、做宣傳、包裝、搭訕、監修、 甚至授權商的簽和批都有關係令到公仔正如否 所以我覺得是整個團隊的功勞,恭喜Visio做得不錯 背後的製作員名單值得大家留意一下,但絕對不是一個人的功勞 當然,有些人的功勞,我認為是誰呢? 就是拍板說這東西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這個人是最重要的,為甚麼呢?不是他制作的工勞 而是他的經驗告訴你,去到甚麼位置呢? 是平衡到成本,平衡到市場要求,平衡到他對美學,或者造型的堅持 即是跟進,是不是跟足原住呢?那樣東西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麼這個位置呢,我坦白說,真的不是那麼多人做到的 就算看來很多人都是不懂的,我大膽說,不懂的 他懂引擎,他懂設計,他懂布料,他懂裁縫 他懂啤件,他懂開墓,他懂3D 但他不懂東西加起來之後呢,原來的尺寸會變,比例又要不漂亮 或者甚至去到甚麼位置才要漂亮呢? 我教會是知道,找一些超級高手做,十萬元一隻一定漂亮到爆了,不用說 但問題就是,你賣多少錢呢?能否做到平衡到呢? 這個才是一個幕後功臣最大的功勞 好了,脫掉了,看到嗎? 脫掉了,脫掉了部分,不用說全部 其實這些都是異物來的,就是垃圾來的 通過生產過程裡面,不小心飄下去 因為正常呢,我們的噴油其實不是全無塵的 當然有些工作間是,車間是可以這樣做的 但以我所知,做Figure一點,就看工序了 正常噴油是,就這樣噴油而已 放了沒有下去 以我理解,那就沒問題了 但是看到這些黑點的 這些黑點需要處理,我覺得就不用了 你摸下去,可能真的是粒塵來的 但當然你不喜歡,不開心就可以弄掉它 但你就要想想辦法了 我覺得是否值得去拿Figure去換呢? 這個人建置 因為你要時間等,中間廠也要去跟進 可能有些廠家,師傅也要跟進 他想說,咦?什麼事呢?什麼事呢? 真的不知道的,你沒做過生產也不知道的 好,所以其實看看這個 其實整套挺帥的 做得不錯,是不是? 挺精細的 這些全是中古的 這個是棉衣來的 就是在一件布製或麻布製的衣服裡 它就沖濕了一些棉花 或者可能不是棉花 可能是填充物 令到它就厚了 好像產生了一個海綿護展的作用 因為背著這些盔甲其實很重 而且尖利,即是鋒利的 所以正常不會說 一個大隻佬就這樣鋪的盔甲上去 就是希臘那些,其實裡面它都有打底的 不會只是這樣鋪的甲在上面 還有更多的就是 這麼多年之後 所有的那些遺物 或者歷史物物 其實布製的全部都爛了 沒有什麼可以保留 大家從圖畫 雕像裡面看得出來 是有這些裝束的 其實從一個常理 或者一個軍事學 戰爭的常理來看 其實所有裝甲、規甲 裡面必定有一個保護服在佔著 如果人類血肉之軀 這樣放在他的硬物 保護著 但是我打下來的時候 身體也會痛 所以中間更多的是穿著這一種 通常穿著這個 真的忘記了我的英文 英文都不要緊 大家講廣東話 這個棉衣之後 其實會再有一個皮鴿 類似這些 不過這是外面的 皮鴿 然後再鋪鎖子鴿 然後貴族再製造片鴿 即是一塊塊打造出來的規鴿 這樣叫做完整了中古上展場 武士或騎士的裝備 當然要看他的預算 即是看他有沒有錢 譬如是普通的 古容兵 甚至是農兵 即是他自己 自製 不是自製物業 自製武器的話 他們就會 裝備會少些 這個很明顯已經是貴族 但我從這個設計的方法 雖然我很喜歡 但其他一個很寫實的 就是 好像很窮的人 我覺得好像很窮 應該是更豐富 你找到博物館中古的貴族 黃族盔鴿 當然他這個是走 早期一些 即是早期十字軍路線 大概是十一世紀 即是一零九幾年 那段時間 但是野鐵工藝 還未達到一個很高的水準 所以金屬部分是比較少 但到後期 鎖匙甲 加上整塊的盔鴿 越來越多 但始終是昂貴的 看看Fusio這套 其實 英國說 GAME OF FROM的造型 和Fusio這套 也是非常不錯 當然去到這個腳 其實每個TV有做過開箱 大家可以看到 BOOT這套 是用膠的 但是 比以前更好 這部份 就少少吐槽 其實可以塗得更好 現在這個 就 不夠皮 其實這個顏色應該和這個顏色 因為 為什麼這個不一樣呢 其實是兩件 其實 如果玩Figure熟的 這個設定 就不是後刻胎先的 可能更早地方 更多人在做 其實很多四吋六吋的Figure 都這樣做 就是把這兩個 雖然是一對BOOT 它是分開兩個件去做 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 就是 如果你的同一個件 雙腳就不屈得了 轉都轉不到 甚麼都做不到 就算你是一個BOOT的造型 但是 現在的做法 就是 最多人 比較多人知道 就是Hot Toi開始用 其實不是的 那就是 將到分件 那就 變成了 做造型 而且用這個方法 在上面蓋下來 就不太覺得 今天一集 其實是講一些冷知識 專門的經驗 所以更多時間 就有其他的 主持幫忙做了 這件事 但不要緊 有時間看到這件事 真的有金而發拍 其實這一套 是做碳碼職的 皮尤這些職 是真實物的 很正常 沒有做的 就是廠方 未夠功力 或者是 價錢問題 但是有做的 就像這件 開心 當然你說高手 可以的 但是產品做到這樣 已經 我覺得無話可說 這個也是 這些 我們售的 叫Galnet 就是護備 或者護腕 其實都做了 都是布件 這樣說 當然這些 很大可能 都是人造皮 的件 這個要注意 但不是人造皮 一定化 但是幾大機會 尤其是近年用 環保料 就更加容易化 你買一些 不化的料 就更加難 所以這些 的壽命 總之有限期 每個都不同 因為批批料不同 看看好不好 所以我看到很多師兄 很多 不要說這些牌子 那些皮褲 都爛了 很慘 所以想配件 就要找高手 用真皮再造 但是高的成本就高了 因為高的成本 分分鐘是等於一隻 價錢 好了 講完第二個項目 這個項目就是 三攝章的問題 其實這些純粹都是人手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在廠 都是先 裝好這裡 先把頭放進去 所以 把頭放進去 你就知道為什麼 衣服會抹了 就是這個位 為什麼這個位抹了 就是它抹了 就是它抹了進去 但是 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它車房 這個材子 它不是最貼身 是有多餘的位 所以就會更加卷曲了 所以如果你要處理這個問題 我相信 一隻有這樣的情況 可能 有些師兄都會面對同樣的情況 那你就把頭先抹出來 不用怕 用一點點力就行了 還有這些純粹 它這個黑色軟膠件 令整個抹組裝過程 是比較輕鬆 不用超大力 不用追風筒 這樣就一入一出 如果有些原件 因為這個PECBAT都比較硬 你要趨勻它才能用到 現在它就分兩件 其實很多公司都這樣做 這個是對的 因為你看不到 一刮下去就完美 但是這個過程 刮下去的時候 就令到 這裡摺起來 想不到說兩個小的項目 都說了這麼多分鐘 真是長氣 好 那你怎麼做呢 那你都說拔得開 那你已經完成了 那當然我可以拿起一個甲 只是這樣而已 沒錯 有些公司叫大家不要脫衣 但玩開比較久的人 就知道其實就是脫衣 和脫衣 但這件事就是欺人做的 其實我們只是調整 因為它比較闊 就是那個位 圓周比較大 這樣就摺起來了 通常一件是這樣 都是這樣 因為它跟同一個紙樣出的 所以加上組裝過程的習慣 可能通常都在這個位置摺了 看到 這個位摺了 其實它是多了布 這樣就摺起來了 那你刮下去的時候 就把它摺起來了 所以其實 你不拔頭 甚至用蓮子 就這樣夾就可以了 但當然你的危險性 就是可能會夾花頭 那你如果拿了頭 就先拔上去 但拔上去 你刮下去的時候 都可能會令到它 是捲回鞋子 所以 我覺得這是小問題 你穿衣服會不會抄呢 好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那這段影片出了 希望幫到大家 不要被人罵 因為看到之後很敢而發 不如說說吧 好了 那你拔好之後 再把頭去 那這段影片出了 我可能會不會說話 既然它在這裏炒 我們盡量把它拔出一點 但是 大家要小心 玩伏格 記住 鬼佬說 用Firmed Fingers 以及有力 即是說 你不要死力 即使用你全手臂的力 去扯 很可能連衣服都會扯爛 那就用手指的力 即是少少叫做音力 我們廣東人這樣說 然後 又不要扯 撕住這些位置 可能你拔完這裡 弄破下面的東西 都會的 玩伏格就是這樣 所以要 膽大心勢 手力夠 就不是臉皮口 好了 退出來了 那嘗試進去 可能未必一次這麼開心 當然 一定說 有時候你把紙條放在這裏 然後一 撕下去之後 拔出紙條放在這裏 是 沒錯 不過我暫時沒有這樣 好 好啦 這樣 做得不錯的 產品 好啦 那就進去 說不到那麼多 看看聲音 好順 那 看回看 看到 掉嶺出來了 但因為它真的做多了布 所以這裡會摺了 那 怎樣 沒有的 你只會被整件衣服 借過 好 所以這個已經是我可以幫師兄解決的問題 這裏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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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都解決了 不用拿回去 做的 因為拿回去 你可能等兩三個月 你那些熱情 開心都沒有了 對不對 所以當然 我不是叫大家不要拿回去廠裏 不過呢 看看有些位置可不可以 自己處理了它 又或者呢 可以找些高手幫你處理 又可以 好啦 那當然啦 我發現一個笑話 咦 膠圈 留在這裡 沒錯啦 那我要拿回頭 放回去 但是這個好意思 好 今天不浪費時間做這個步驟 但是說回這隻 你問我 我就非常滿意 後面當然是Visio 另外同一系列的經典產品 就是這隻 生狗 它叫Hunt 這個真是正 為什麼正 來人沉迷的事情 不說了 有機會 日後 十年發展後 才跟大家說 今天到這裡 拜拜